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视频 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呢 去引入这个平台化的生产方案 那么很多人呢 对于平台和车型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有了一个不同的理解了 在之前呢 我测试肖克这台车的时候呢 就跟大家曾经聊过这个话题 只不过呢 当时是以试车为主 没有太过的去深入聊这个话题 而这一次呢 我就想跟大家来更加仔细的聊一聊 到底如何去理性看待平台这个问题 平台这个概念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了啊 因为现在各大厂各大品牌 都是在基于平台来打造不同的车型 甚至是不同级别的车型 那这样呢就引来了一个问题了 很多网友就会很主观的去根据一个车所采用的平台去判断这台车的驾驶感受如何如何 首先啊 我不否认一个问题就是采用平台作为基础去开发车辆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节约成本 因为同一个平台的车型呢 它在一些底盘的大件上的这个通用度是很高的 前期开发可以节约成本 然后在后期维修配件的储备上呢 也可以节约成本 之前有一个话题被说的很火是什么呢 就是RAV4这台车 在它的这个平台下呢 又被开发出了一个雷克萨斯的NX 那这会儿呢就会有很多网友质疑了 说这个NX是不是拿来骗我们消费者钱的呢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两台车啊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都亲自仔细的试驾过 而且也都拍了试驾的视频 这两台车其实在驾驶感受上 真的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然后配置上啊等等等等 所以完全不同的驾驶质感 所以刚才我说 那可能很多人的这个主观的 先入为主的观点就有偏差了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低级别的平台去开发了一个高级别的车 那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高级别的平台去开发出了一个低级别的车型 那这种情况呢 我个人认为啊 那对于低级别的这个车型 就会有一个先天的优势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从开发成本的角度 如果去考虑的话 那如果你想把一个高级别的平台去做差 去做的驾驶质感不好的话 其实反而是一件会增加成本的事 因为你要去调整它的底盘啊 你要去调整它很多主体上的东西 那反而对于开发来说 是一件不合算的事 那你比如说一些低级别的车 就是高级别平台开发出来的低级别的车 像宝马的5CGT这款车 它采用的就是一个标准轴距7系的这么一个平台打造而来的 而这台车你的实际驾驶感受呢 那比起这些跟它同级别的5系的其他的车型呢 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了 隔音啊 舒适度啊 还有在整体的这种厚容感的营造上都会好于5系的其他的车型 然后再有呢 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最近手里的一台试驾车 这个日产的肖克 如果你对这车有兴趣啊 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我也做过这车比较详细的一个评测了 这次呢只是聊平台啊 它呢是采用的一个齐骏的平台 他们俩是采用的一个相同的平台开发而来的 都是叫做CMF这个平台 而这台车呢就是肖克 那比起齐骏在定位上是要低一个级别的 而最终造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肖克比起它级别的同级别的这些车型 在驾驶质感上啊 在隔音上啊 在尺寸上啊 就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了 就是用高级别的平台开发一个低级别的车 所带来的一个先天的优势 当然了 以上两种关于平台选择上的理论呢 最终的实际表现 还是必须要通过亲自去试驾 才能够最后的确认 但至少啊 我们测试过这么多跨级别 但是同平台的车型了 呃 这个规律呢 基本上也算是被很好的验证了 呃 既然说到这个肖克了呢 我再多说两句 就是关于它的后悬架的问题 呃 在我们国内销售的这个肖克呢 它全系都采用了一个独立悬架 那不用说了 就是在同等调教的条件下 在同等轮胎的条件下 那这个独立悬架呢 是一定比非独立悬架在舒适性上 还有在操控性上有优势的 这不用说的 那 可能也会有人担心说 那你采用了独立悬架 你对于后备箱的空间会不会有影响呢 呃 如果是在轿车上啊 你如果采用独立悬架的话 的确因为你要有一个悬架形成空间的一个退让 那可能对于后备箱的空间呢 就会有一定的影响了 但是在这种SUV车型上 由于它的底盘本来就已经有一个足够大的形成了 所以对于后备箱空间的影响呢 就微乎其微了 不过呃 是不是有点跑迪了 我们再接着说回来关于平台的这个概念啊 反正我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如果是一个低级别平台打造一个高级别的车的话 那它的驾驶质感不一定就会差 但如果一个高级别的平台打造一个低级别的车型的话 那像刚才我说的宝马的五系GT 还有像是这个肖克这款车 那他们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了 而且就是驾驶质感高于同级别的车型的这种可能性 也就非常的大了 还是刚才我举的那两个例子 五系GT还有这个肖克 其实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亲自的试驾一下 就是像五系GT啊 还有像这个肖克 它比起他们同级别的车型 在驾驶质感上 还有那种所谓的厚重感上 都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那种肖克不得的 我去看你 有明显的优势 也就是像一个肖克之的 你会想要有明显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